好 那假設 可以買房子的時候 現在就面臨選擇的問題 蛋黃區可是小坪數 蛋白區 那大房子 你們要哪一個呢 選A還是選B 我們卻沒有那個選項 說蛋黃區的大坪數 我們現在就假定 預算有限 只有這兩個 你們兩個客席 預算有限只能選一樣的時候 對... A或B來 請舉牌 為什麼要站兩邊 對... 一分一分 小坪嗎 Faito 我的觀念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有些人會覺得說 買房是一輩子的事情 但其實我沒有 我其實買了房 我還是一直在換房這樣 因為我覺得房子 其實應該要因應自己的需求 就比如說 那妳有孩子 然後有學區 然後妳有 高中又換一個地方 對不對 還有妳的工作 是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比較靈活 我第一個房子我單身嘛 我就買一個小兩房 我就覺得已經很溫馨了 可是後來我養狗 我就覺得狗沒有空間 我需要狗有一個庭院 所以我當然就換到 有蛋白區比較大的房子 然後後來因為有小孩 不管是學校 醫院 各方面 你還是得要回到蛋黃區 它的交通 飲食 或者是將來小孩的社交 你接送都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覺得 房子這個東西其實是 要因應就是人生的不同需求 不要被它困住 蛋白也是看多蛋白啦 以新北來講 其實沒有真正的蛋白 你講那種真的偏遠 到醫院 學校都沒有 那一定到蛋殼都成功 對 對 這個叫母雞食 對 但它還是有就是蛋黃 好友誼會找你彈光 因為我一直說新北 現在連殷哥房價都漲 對 現在殷哥一頂也要 三下也很貴 殷哥一頂現在要45萬 臨口現在也超貴 臨口喔 對 不好意思 我們卻乾淨 一坪50 是啊 好貴 一坪50 太超貴 臨口的原始的目的是 為了疏散台北市的密集人口 那原本有兩個交流道 所以擁擠嘛 那設計有點怪怪的 他們現在增加第三個交流道 好像年底就會 通車了 然後它有一個 很大很大很大的 那個公車轉運站 就蓋在A9捷運站的旁邊 對 然後東森 山莉跟那個山井 有一個次之六百億 搞一個媒體園區 對 也是在那裡 所以那個利多因素非常多 是 你是不是有投資 那些錢 對啦 你是不是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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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賣 要偷手的 他一定要偷手講這個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沒有 西場捷運有經過零頭不是嗎 有 A9 所以我講的50萬一坪的 就是A9捷運站那一區 像我講的A9捷運站那邊 現在50對不對 跟你保重明年60 65都OK 真的 你為什麼 因為菜有五間要賣 沒有 你為什麼要聽到 趕快跟他賣 就是老王賣瓜吧 你覺得好像我是怎麼樣 明年的子息 我們再來看 那我去買 輸的又算你的 應該約一半 沒有... 沒有... 現在的節目很少活過一年 對... 明年的子息 你會在這裡看到我 你選蛋黃 阿比森 你選蛋黃 我也是選擇蛋黃區的小坪樹 因為有一次我自從去日本旅遊 然後我選擇住宿他們那種 膠囊旅館以後 我人生整個價值觀完全的 這是什麼 這是一間一間 這每一間都是一個房間 這是一個旅館 對 這是一個旅館 你說那個白白的一間一間 對 那你沒有門喔 它是像 它是一個 簾子拉下來 然後它一格呢 就可以讓你一個人入座 你好像活在简裡面喔 對... 對 那那個臉是這樣子安全嗎 萬一隔壁睡 它有男生女生分開嗎 它有男生女生分開 它有男生樓層跟女生樓層 然後... 不會 它會有附那個耳塞 對... 對 所以我自從住了這個 膠囊旅館以後 我就覺得說 其實你人 一生當中 你需要用到的空間 其實就是那一張床 跟你旁邊的那個... 不是啦 跟你... 因為你想想你... 理性的想想你回到家 也就是躺在床上滑手機 滑到你想睡覺為止 除了洗澡 那個上廁所之外 然後呢 我就發現那些 我買... 我周材有那些 買大坪樹的房子的朋友 後來我去他們家參觀 他們其實每一天使用的生活空間 都那一點點 對 剩下的那些空間 都是拿來幹嘛 堆衣服 堆雜物 什麼吸塵器啦 空間 就是各種3C的電器 用不到的 然後什麼都亂堆這樣子 後來我就發現 那你要 去買一個堆放你雜物的空間 幹嘛 所以你就是把自己的那個 就是生活需求 很理性的分析出來 然後你只要 生活空間其實一點點就夠了 有人不住大房子 單純是怕鬼了 張惟中 對... 張惟中在民主東路六段 有一間五層樓透天的 那他平常只敢在那邊白天 幫人家算算命啊改改名字 他自己不敢住 他有一次是住過 那一次以後就不住了 你想想看五層樓 叫他一個人 他睡在房間裡面 然後半夜 電梯自己在動 對... 那你們會疑心生安靜 對 然後我說那你自己去看看 看有沒有什麼怪怪的 他不會算 他說他不敢 他如果去 萬一電梯不能打開 迎面而來 就是一個穿白衣服了 你會算 他是算命的 這個俗話講啦 烏大七人啦 就是說你在什麼樣的空間 住多少人啊 那有一個大家的比例啦 是這樣子啦 對 我也贊成 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就說 聽要大 房要小 對 聽要亮 房要暗 這都是 對啊 明天暗房 為什麼 這跟你的睡眠品質有關係嘛 房間不用太大 大家就是這個意思 我以前住過一個民宿 他就是主卧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呢 其實半夜睡不好 因為你知道 那個你知道很空的那個房間 它會一直有聲音 然後你會有點沒安全感 你一直覺得好像就是 有動靜 對 位置很多這樣 其實會不安 而且老了真的半夜 一直爬起來上廁所 真的走好遠 對 對 老人那個控制不住 還沒走到廁所就尿出來 你講好大喔 對啊 經驗談就對了 那籃籃 那種空間大的 會讓人就是感情會變得不好 因為都住太遠了 對 所以小平是我覺得剛好 而且都有好地段 真的決定一切 因為好地段生活經驗就會比較好 想要脫手 其實很好脫手 價格又可以很好 對 像我是住在新竹 然後我就會選擇在蛋白區 因為生活經驗就很好 像我之前住在蛋白區 我連UberEat都叫不到 這樣我弄怪石 蛋白成這樣 對 這一派是 地區 地區 對 這一派是 幸福 對 蛋白區的大房子 因為以前租房子 一直一輩子都是在租 那種小小的房子 然後可以自己買房子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是要回到家 我要舒適 我不要再住在小鳥窩裡面了 我現在住在戲子靠東湖 那我就覺得我很喜歡 那邊才有坪數比較大的 然後每天回家就 風景很優美 然後落地窗就是 就面湖又面山 所以我就會覺得心情就很好 就是一女家 這女家 這我家陽台就是 在室內啦 對 就在室內看出去 所以妳們家看出去是這樣 對 好聽喔 她也很悠閒 對啊 就是 然後這是有一天 好像我們家 對面山的廟有一天 過年的時候 她在放鞭炮 我拍的夜景 就在湖旁邊 然後是比較濕氣一點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好山好水 但是又不是在山上 這是一個湖嗎 人工湖 這是湖 對 應該是人工的 我想 因為它沒有非常大 這叫什麼湖啊 金龍湖 金龍湖 對面就是那個水蓮山庄 內湖那個嘛 對 它是繫紙 然後我們常常就是去 可能假日的時候 我們就去環湖 就是因為那個就很近 走路就到了 好舒服 這個建案那時候 在廣告的時候 是不是說標榜可以在家 窗戶釣魚 那個是對面的 對 很厲害喔 是不是叫誰 那個廣告 拔想整個建案 它的廣告呢 它就不用訴求 太多油的美的那些話術 它就是一個人戴雨服帽 然後在釣魚 然後鏡頭會拉開 它在哪裡釣魚 它在她家 對 對啊 就是田妞的先生是叫什麼 萬子娘 不是... 田妞耶 後面那個是 田妞 前面是萬子娘 後面 後面我就知道了 對 我問了它叫什麼 對 它那個廣告那時候 就賣得很好 聽說在二十幾年前 它那時候一瓶 再細紙二十幾萬 這樣很貴 OK 衛宇軒也是選擇 蛋白區的大房子 你說它有很蛋白嗎 因為我選在的是 蛋白區的蛋黃區 對 這就是一個 對... 這個還滿聰明的 超細的 蛋黃區的蛋白區 每一個蛋白 都有蛋黃 對 都會有蛋黃 對 我們家樓下 是幸福好客 我問妳啦 五谷算蛋白對不對 但五谷的周子洋重化區 又是裡面的蛋黃 那裡面的房價也很貴 對 我就是買在 那個蛋白區的蛋黃區 我旁邊就是紅燴廣場 走路就可以到那種 然後隔壁又是遠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價格 可以買到這樣的生活機能 而且加上我自己 是會開車的人 所以我 妳就是可以延伸了對不對 對 我家一出去 就是六四六五了 然後還有積結 然後座椅站 就是捷運站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那時候看來看去 因為其實有長輩跟我講說 妳就不是住在新莊的人 妳的朋友 妳的家人都在台北市 妳為什麼要去買新莊 那時候他們就有這樣罵我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在台北 我就是只能買到那麼小的房子 我就是希望我回到家 有一個很寬敞的客廳 對 對 所以我 至少有個空間是大的 對 所以我 妳剛才講那個 我就覺得有一種人講 他就天龍國的人講話 他只要離開台北市 他都認為要戴護照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很遠嗎 她問玉琳哥 妳明天要去哪裡 我要去基隆 妳去南部喔 妳去南部 妳去南部 我們來看你選 A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買房子會選擇 A 蛋黃區小坪數 B 蛋白區大房子 我們來聽聽QR是怎麼說的 我選擇B 不然妳就在那裡 拿來拿去 大附是就拿來借過一下 整天就拿來借過一下 就罷了 妳既然都要買房了 哇 金不才有氣盤 妳如果要一間在那裡洗洗 那叫做小姐看要怎樣 那小姐在那裡 沒找一個是撞拔的 不要 我覺得還是蛋黃 不是 蛋白 大房 比較好 那小姐不再找一個 那整個花大堆 接妳都不是問題 而且蛋白區比較清淨 所以我真的覺得蛋白區大房比較好 我選B 蛋白區的大房子 我們住在蛋白區的老公寓裡面 房內的坪數又大又實在 很多親友看到之後 都一直想買在這裡 他們說房子小住起來就會很擁擠 然後觀察員的話心情也會好很多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40%的KOL投票給了A 蛋黃區小坪數 而有60%的KOL 投票給的B 蛋白區大房子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部分人呢 要選擇是蛋白區的大房子 所以蛋黃區的小坪數 反而比較少人選 所以選A 不正常 對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周一至周五晚間九點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